周六 超强风暴袭击了布伊诺斯埃利斯以南约630公里的港口城市布兰卡 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 在布兰卡的街头 狂风暴雨夹杂着雷电 有大树被连根拔起 大量建筑物和市政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当地的一间体育馆的屋顶被狂风吹塌 当时馆内正在进行滑冰比赛 布兰卡市长证实 这起事故已经造成13人死亡 阿根廷总统米莱的办公室发表声明 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并建议当地人在周日留在家里 该地区的破坏性风速超过每小时150公里 出租车司机拉米雷斯的汽车 在风暴中被倒下的大树砸毁 对他来说 本已艰难的生计 因为这场风暴变得雪上加霜 阿根廷国家气象部门已对首都比诺斯埃利斯发布了第二高级别的橙色预警 全市不同地区都有断电报告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金时综合报道